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建制瞭望台 俯控着花与聚落 后期 更设置了灯塔 与传说中的防卫背锁 展现其长治久战的企图心 从日治时代的各项防卫公式 到现在领海基点的设置 在在地彰显了花与岛 在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花与岛 火山活动的年代 可演朔至终身代晚期的年代 优优的白厄纪或侏罗纪 幽远漫长的岁月 无一的是澎湖近百座岛群中 最古老的岛屿 火山熔岩活动的时间 火山活动的形式 火山熔岩性质 与澎湖群岛其他岛屿 迥然不同 形成了独树一格的 花与火山岛 花与火山岛 岩性复杂多变 不同火山熔岩的扰动 横积明显 火尘岩 变质岩 沉积岩 组成地壳的三大岩类 在花鱼岛上处处可见 花鱼的火山岩类主要有 安山岩基就温岩两类 花鱼与半庄安山岩 与它的五三四细交结形成的 领灰椎安山岩及脚绿安山岩为主 本庄安山岩是构成花鱼岛的母岩 因岩石表面不满如 云丽带层的鞋长石斑基 安山岩子火山熔岩 是构成花鱼火山岛的母岩 岩石色泽 成浓浓浓的灰绿色 岛上居民 常以青斗石相称 又因岩石表面 布满着大量的白色斜长石矿物 因此 早期的学者 依岩蹄产状状及外观特征 以分岩来命名 后期的研究者 依火山熔岩的化学性质 再重新归属为 安山岩子的岩类 斑状安山岩 因岩蹄有着如米地大小的白色斑金 又被俗称为卖饭石 除了斑状安山岩外 岛上也分布了很多 由安山岩火山熔岩 喷发后的碎屑 交结形成的 宁徽子安山岩 与角栗安山岩 后期火山的活动 再涌出了石阴安山岩 以岩脉的形式 出现在早期生成的 安山岩裂缝中 花雨的火尘岩 在野外观察中 常常可以在 安山岩火山熔岩中 观察到另一种 特殊的火尘岩类 刘文岩 也以岩脉的形式 穿开安山岩火山熔岩 蜿蜒在花雨岛各处 岩脉宽大而长 灰白或土黄色的岩体 岩体内涂出的石阴斑金 与安山岩的接壤处 具有明显刘文状的细化作用带 使得刘文岩指的火山熔岩 在野外 比安山岩火山熔岩更容易清晰辨认 而刘文岩的熔岩性质 与花岗岩相同 被列以东岗村的刘文岩 是同一时期的产物 熔岩的组织 与结构几乎是一模一样 火山熔岩活动的时间 则在9300万年左右 在6500到6000万年左右 花岩火山岛应受到低温热溢作用的影响 温度 约在摄氏250到300度左右 使得以安山岩值为母岩的火山熔岩 产生了利莲石 以利泥石为主的变质岩类 以麦状的形式 沖田以安山岩火山熔岩的裂系中 或流入于岩石低洼处 形成块状的岩石 后期的风化作用 将这些岩块散落在花雨各处 花雨的沉积岩 主要是安山岩火山熔岩 喷出的碎屑物 即受到低温换植作用后的 绿莲石碎屑 经过沉积作用 压石固结后 形成的岩石 因此 岩石的外观 也都跟安山岩一样 呈现着灰绿色样貌 岩石主要的结构 有平行的沉纹 与少部分的粒集成 或水流薄荷 岩石的组成 以沙岩为主 少部分为粉沙岩或黎岩 主要分布于花雨的西北海岸 覆盖于安山岩之上 是花雨最晚生成的岩石 主要主校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到底我们要体验什么课程 让我们欢迎主校长 校长你好 哇好开心喔 我们是千里挑挑 好不容易来到这里耶 最主要这个地方 非常特别的就是说 花雨这边的地形 跟澎湖其他的岛屿都不一样 不一样 然后呢这个地方是澎湖最古老的一座岛屿 大概9500多万年前就已经有了 9500 哇有没有很久 哇好久喔 好久喔 澎湖最早的玄武淹的岛屿 是在旺安 旺安 旺安的天台山是1700多万年 是 你看差这么多倍 哇真的真的 所以在这个岛屿上面 除了这样的古老以外 是 它还有很多的火山不一样成型的一个地形 是 另外 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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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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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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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